中秋快乐 哈喽 大家好 中秋快乐 今天是中秋节 虽然我在现场拍戏 但是我想通过这个vlog 虽然有你们总是有不录不录不录视频 所以今天录一个vlog来 跟你们一起来过节 祝大家中秋快乐 这个视频的主题就是 分享各种味道的月饼 因为他们给我准备了 非常非常多味道的月饼 然后呢来让我 就是来抽一下 算是盲盒吧 就是看看都是什么味道的 然后我们现在一起 吃月饼吧 这算是我们一起隔空过中秋啦 我先给你们看一下他们给我准备的月饼 三个 四个 七个 八个 还有一个我刚刚已经偷吃过的 然后现在盲子这个 一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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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个给我贴下来 是这样的 哎 不是啊它就是个月球表面吗 应该就是一个奶黄的 奶黄的 月 它是流星的 嗯 那叫什么 嗯 流星奶黄月饼 挺好吃的呀 我不知道你们的中秋习俗是什么 我反正小时候 过中秋就是一定要跟家人团聚 然后呢上海是要吃月饼 然后吃那个 鸭子 还有芋头 反正就是一些中秋的习俗吧 然后就是一定要吃月饼 我真的非常非常爱吃月饼 每天 那个时候那每 就是那一段时间的早餐都会是月饼 然后呢 嗯 有些要减肥的我可能觉得 月饼会很热量很高 所以说我觉得可以跟 就是家人一起分享 然后呢 我确实今年收到好多月饼 然后以后就可以跟我的团队小伙伴一起分享啦 好了今天的vlog就到这里了 然后下次再给你们录vlog 嗯 快去跟家人们团聚吧 中秋快乐